HELLO,大家好,Vincent的Bili巴拿托 跟大家分享一下阿里玛塔蘇古斯塔 之前已經說了他和七仔之間的比較 收購價相對是偏低,即使是23%偏入 現在的確七仔認識了他 看看阿里玛塔蘇古斯塔如何再一次提高價錢 而且提高多少 今天主要是2025年第一季的業績 不英俊,甚至是有點噁心 但是之前很多數據 不管你曾放出來的期望 都管理得不錯 所以你都可以說這個是我自己預期之內 你也看到他的股價出完業績之後 就由X5元跌到X2元 但是之後又落續反彈上去 X76、X77元這個水位 即使股市也相對比較波動 過去一個星期 他也是站在X6、X77元這個位置當中 收入方面升至17% 去到18.3 billion 對比上年同期的貴度業績就是2025年第一季 最主要來說是因為他有一些收購合併 如果你看貓頭鷹或者OK便利店的媽媽 他是巴克亭地無止境地收購的 所以你看他的分析 最主要是看他多了幾家店 同時也要看他銅店銷售如何 各方面的margin如何 各方面 而這個growth profit 就只上升了8% 就是去到3.2 billion 最主要就是他的volume升不到 因為他在invation的時候 嘗試來提價轉價給那些消費者 但是在the end of the day 那些比較低收入的就開始卻步 以至於買少了東西 同時那些煙仔銷售也比較弱了 以至那個growth margin 雖然by percentage來講 就是含金量上升了 但是因為volume跌得多了 以至到那個growth profit 最後都是升得不夠那個revenue 就是這樣的情況 與此同時 他的sales and admin cost 即使你剔除了收購成本 或一些gril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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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升了11.2% 到1.6 billion 是多於它的growth profit 以至到 他的adjusted EBITDA 僅僅升5% 到同樣地1.6 billion 但是也接受到5%的升幅 但是同一時間 因為利息成本 隨著利息上升 即使他的債務上 債務下跌了2% 即是還多了少債 但是也無改 他的interest上升22% 那些債務下跌了少債務下跌 所以earning per share 就輕微地下跌3% 去到8毫三指 如果你看一些細節的業績 通常有油站和便利店的部分 所以分開來看 便利店方面 銅店銷售 預期當中的弱 美國方面 由上年同期的2.1% 去到跌1.1% 最主要是price提價 就不夠volume跌幅那麼多 結果就弱雞了 以及煙仔銷售 是有一個很大的打擊 不過這次也不是第一次了 在煙仔銷售方面 過去五年 都是陰乾式地下跌 買少了很多煙 除了有趣的就是covid期間 人們不知道是不是很痛苦 生不如死 幸好過去了 所以現在笑話也無所謂 所以生不如死的時候 就要買煙仔吃 好過吃大麻 但是根據蕭先生說 大麻是健康過吃煙仔 我兩個都沒有吃過 煙仔我都沒有吃過 我不是乖還是不乖 我覺得很難問 我覺得很貴 我就不會嘗試 Anyway 加拿大那邊同點收入同樣地跌 由6.4%上年同時跌到-3.9% 亦是比較養衰少少的 這個最主要是低收入的朋友 我不知道他如何研究到低收入還是高收入 那些 就是買少了東西 覺得通脹猛於虎 通脹猛於虎 所以就醜一點 而歐洲那方面 就2.7%跌到-2.1% 同點銷售 同樣都是因為煙仔那方面下跌 但是如果你說阿里馬達收入很糟 但實際上他已經是這麼多間便利店最好的 過去兩年來講 阿里馬達收入1.3%下跌 但是 七仔平均大約是2.6%下跌 所以他也是比較厲害 如果你看那個margin方面 在美國那邊 仍然有少少的蝕卸 就由34.3%下跌到33.7% 加拿大方面 就有所提升 33.9%到34.8% 至於歐洲那方面 就沒有太大的改變 在當中 由39.9%到39.8% 歐洲的食水深一點 這個margin高一點 The end of the day 以至於revenue方面 美國那方面 就有3.6% 輕微地上升 0.6% 而加拿大方面 因為他的銅電收入雖然跌了 但是 他有一定程度的收入平額各方面 所以他仍然有少少的進障 在當中 不過 那個gross profit 就因為margin收窄的時候 這樣就1 billion 輕微地下跌1.1% 至於這個 加拿大方面 這樣 那個 revenue 0.6 billion 跌6.9% 在gross profit方面 0.2 billion 下跌4.4% 因為margin輕微地改善 而歐洲方面 因為他有一定收窄的評例當中 0.9 billion的收入 爆升39.4% margin沒有什麼改善和起跌 0.3 billion gross profit39%上升 至於這個油站那方面 好看那個fuel margin fuel margin是厲害還是不厲害 但是 gross profit margin 他在美國方面 就跌了2.1% 而加拿大方面 就是跌0.2% 歐洲那邊 輕微地上升0.5% 也不是太大變化 持續是一個位置 在當中 至於 Volume方面 即是你賣到多少油 美國那方面 就由0.7% 正數到0.8% 至於加拿大 由正數7.2% 跌到2.1%下跌 歐洲那方面 就不斷跌 由1.5%下跌 到1.4%下跌 以至於revenue 相對來說 相對來說 比較有虧策 美國那裏7.5 billion的收入 下跌0.8% 至於 profit方面 就跌2.4% 去到1 billion 而加拿大方面 那個revenue 跌0.7% 1.4 billion 而這個fuel profit 跌6.1% 去到0.1 billion 歐洲的收入 就是大升 因為收購合併 110% 去到4.8 billion 而這個fuel profit 就是0.4 billion 升到88.7 billion 在那個expand方面 當收購的時候 都有一定程度的衝擊 在當中 再加上Volume 也有少許虧策 在當中 現在看那個2025年 歐洲 估計 EBITDA 仍然都會 超過6.8 billion 大約是升10% 或以上 因為 最主要來說 是同天收入 是佛善可塵 但是 仍然 都是有一定程度 收購的貢獻 在當中 這個 同天收入 或者是 margin 或者是 壓力 各方面 都已經是understandable 隨著 利息 美國 和加拿大那邊 有一定程度的減退 它會舒緩 未必是現在 但未來 借貸成本的壓力 都會OK 不會好像 今年 對比去年 和其 爆升上去 應該會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公司說 國內 在5年 由2023年 去到2028年 現在是 2025年的第一季 這樣 它就會 去到 EBITDA 去到10 billion 我也相信 應該可以做得到 當然 如果你加上 71 下去的時候 假如它 真的收購到 10 billion 就太小了 這樣 你可能 現在 都在說 4 billion 如果 突然間 又再加上 71 下去 可能是 16 7 甚至18 那條數 就不要管它 總之 它暫時 估計 按年 的話 應該就會 7.5% 上升大約 我也覺得 應該是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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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暫時 就 拭目以待 看看 7仔 可不可以 收購成功 而收購價 會不會是 within 或者 below 50% 最好就是 4% 別人就落 如果是這樣 我就輕微調高 我的目標價 去到92 如果它是 純粹是按照 自己正常的增長 而慢慢收購一些 比較小一點的油站 那我的目標價 就是90 為何只有兩元升幅呢 理論上應該 就 升得不少 說的是95 那些 但是 現在 如果再提高收購價 就 不是借錢 那麼簡單 它應該 就要 去 攤薄股權 招股 才能夠 找到 那條數 你利息又多了 到時 而 你那個 現金流又少了 之後 你又攤薄股權 各方面 你都會有一定程度 你未來的 synergy 是不是真的可以 改善到 還未知指數 有一定程度的風險 在當中 再加上短期來說 你可能會 真的會大跌 那這些因素 加上去的時候 那我就 打多少少少 discount 所以純粹是 加多兩元 這樣 所以暫時來說 還未曾拉肯定的時候 那個target 維持在 90元 這個加持不變的地位 現在是 跌倒80元 也許要再加持有水位 可以收拾一下 我們看 當然 現在 可能會提價 所以 七仔 就會再升多少少價 這個問題 這個其實很危險 因為隨時 阿里馬爾特 收益 都會調整仗價位 但 一調完之後 或者他會no 然後就是 脆掉了 如果他要提價的時候 七仔又過了幾天 你又不知道什麼時候 然後他還價的時候 如果又是NO的時候 你又會回答下去 所以這些風險的東西 又這麼短的時候 我就無謂玩了 Anyway 我現在都拿了不少的 Alimatoso Custard 中文翻譯叫深夜食堂 深夜食堂 我自己都應該覺得OK 應該覺得OK 晉學工退了手 但是股票自己投資自己研究自己 買自己負責非常之重要 所以僅供參考純粹我個人的意見而異 如果你自己做好自己的功課 你投資這個 或者投資其他東西 就賺多一點 希望你 歡迎大家like、subscribe、share Billy巴拉圖